因為剛剛講到瀏覽器嘛 我就順便把下面這個講一下 有一個叫Section Booty 那我剛剛特別提過就是 雖然我們剛剛用那個分頁的 就是那個回覆繼續瀏覽的 感覺好像還不錯嘛 可是這樣真的不夠呢 什麼叫真的不夠 剛剛我們有沒有用這個 就是Shock Forward 虛擬桌面 我是不是針對不同的狀態 我有一個桌面可以用 那你想看看 今天如果你把所有的工作 都擠在同一個 瀏覽器的分頁 可以問一下你平常 不用電腦的時候 上面會有幾個分頁 剛剛打開我都知道只有一個 但是等到你 不用下班的時候 這裡會有幾個 蛤沒有十個也有二十個 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開越多分頁當然是會 效能會比較差 所以你有時候會不得已把它關掉 但是有時候這樣又很討厭 因為我今天要用的時候 我就要一個一個打開 雖然我們有剛剛那個工具 你只能接去前一個工作階段 可是我相信各位的工作 絕不會是只有單一的 你可能同時在進行 比如說A專案 又有B活動在準備 有沒有又有C客戶要服務 那這些不同的工作 是不是需要開的網頁會不一樣 有時候我執行A工作的時候 可能需要開三個 這邊需要開五個 這邊也許開七個 或幾個 我看擦掉從前 那你把它全部都打開了 是不是就十幾個了 那你就想我再一個一個關掉 然後下次再打開 你怎麼那麼多美國時間 你不要記我意思 剛剛這個 用這個工具 設定的工具 是不是已經不能夠滿足那個需求了 因為它恢復是全部的恢復啊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搭配這個 Sation Booty 這個很好用的 當然其實在Firebox裡面 有比較好用的這種分裂工具 在Chrome裡面就比較少 IE就不用理 因為IE沒有 IE不支援擴充工具 Edge有 好 微軟問10之後 Edge有 但是現在的工具很少 因為 這是它以前沒有的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 這裡面我有放這個 對不對 第二個 所以你就按一下 它是一個流氧器的擴充工具 所以呢 你點完了 就把它安裝一下吧 在這裡 這是一個介紹的 你可以往下看 介紹的工具 好 有沒有 它說點這邊 那 這裡這裡 你往下走 往下走 我看一下喔 它有一個連結 啊 算了 我就不要找這裡了 我把那個複製起來就好了啦 因為這樣你要整篇文章看完喔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因為這我只要一半嘛 所以我就這樣 把這個關鍵字複製起來 去哪裡找擴充工具 從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更多工具 找一下擴充功能 這裡 擴充功能把它按一下 你只要打這個關鍵字進去就好了 按右鍵 貼上 我們就請它搜尋 沒有嗎 Session 擴充功能 啊 不對 我看一下 這裡 要開啟線上 因為 這個是找自己 電腦裡面裝的 從這邊 開啟線上的 好 在這裡我把關鍵字貼進來 好 就搜尋一下 按下 有沒有找到這個了 好 我就把它加進來囉 加進來之後一樣 在右上角 會多一個 有沒有多一個了 嗯 這樣就好了 所以呢 你可以很放心的 做你該做的事情 比如說 我現在這幾個 是我A工作的 我就來這邊 按一下它 你看現在 它沒有告訴我 我總共開了九個分頁 九個 所以呢 我就來這邊把它儲存一下 看一下囉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Save 這裡有一個存檔 好 這個叫做A專案 好 就按OK 這樣你看我左手邊 是不是有個A專案了 好 那我今天呢 欸我這邊 好了 我就把它關掉 我先關閉其他分頁 是不是都沒有了 好 我們再開一個 我們這邊首頁是Google 好 我再增加一個新聞的 好 假設這兩個是我的B專案 我就來這邊 現在這一個 欸這個還在 這是A專案的 來這裡 現在是不是兩個 我把它儲存起來 這是B專案 你可以把你常用的 先把它儲存好 好了 現在呢 管它的 我就關掉 欸各位 我如果在這個狀態關掉 請問 之前的 我在復原的話 還是會回到這裡來而已吧 之前的九個 是不是就不會回來了 對啊 所以我就先關掉吧 你看 我現在先關掉了 好 這裡我再 這裡我關掉一下 好 我再打開一下 好 現在是訪客 就回到人員1 有沒有是這兩個 沒關係 你就跟他講 我要開A專案 然後呢 請他怎麼樣 你可以來這邊open 看是要開在這裡 還是要開在一個 一個視窗裡面 這樣打開 有沒有我九個就回來了 這樣子 有沒有跟他就分開 對不對 你今天要哪一個 我就自己選好 是不是就可以幫你做管理 這樣是比較簡單 當然 如果你覺得說 啊還要這樣命名 他蠢很麻煩 沒有關係啦 你這個地方 這裡我先 這裡 你看一下 這裡 他會幫你記錄 你幾秒鐘之前 幾天之前 用過哪幾個分頁 你也可以這樣回去找 不一定 一定要像我這樣 個別儲存起來 這樣你了解這個概念了嗎 好也就是說你用的 啊幾秒鐘之前 你看兩個分頁 有沒有 幾天之前 兩個分頁 有需要讓他呢 就把他再個別打開 這樣也可以 等於他整合了我們所謂的 這個紀錄的功能 因為這邊的紀錄是很單純 蛤 對不對 可是呢如果你能夠這樣管理是比較方便 你就可以 像虛擬桌面那種概念 我今天哪個狀案 需要拿幾個固定的我就先打開 就一次進來了 不用再個別打開 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很會用我的最愛 你會把你常用的就放在某一個資料夾裡面 但是這樣還是要一個一個打開 沒錯吧 嘿 那只差再說 我是一次開 你是個別開 哈哈 這樣簡單吧 所以你可以從右上角那邊 你可以從右上角那裡 右上角那邊呢 你就找到一個叫做 更多工具裡面有一個擴充功能 更多工具裡面擴充功能 有沒有看到了 右上角那個 點一下擴充工具 那找到之後呢 你從左上角那裡 左上角這邊 按一下 這裡 有沒有 左上角它有個那個三條線按一下 在最下面 就可以叫做開啟Chrome 線上應用程式 對對對 更多工具裡面 好 我發現我要用另外一招 你們才會看到 來吧 我用這一招可以嗎 我把它釘在上面 這樣 這樣可以吧 你找這個工具之後 有沒有一個 標註一下好了 好 更多工具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擴充功能 好 如果這樣還看不清楚 我們再把劍頭再畫一下 這樣清楚吧 好 OK 那這樣應該各位就比較容易找到啦 找到之後 左上角不是有一個這個嗎 左上角這裡有這個啊 叫擴充功能啊 左上角這裡有一個擴充功能 你把它按下去 在最下面 就會看到 好 就會看到 好 好